好 傅崑崎 本來要爭立法院院長或副院長 說朱鯉倫昨天晚上很頭痛 不過早上顯然峰迴路轉 峰迴路轉 朱鯉倫說韓國瑜 江啟臣 韓江配堅定往前走 不會回頭 韓國瑜說白饅頭要配豆腐乳 我還是聽不太懂 江啟臣就說這個 那個韓國瑜說開心啟程 跟我分享我喜歡的主食 就是白饅頭 白饅頭一定要配豆腐乳 意思就是說他吃白饅頭 你是豆腐乳這個意思 沒有 他在白饅頭裡面夾豆腐乳 那你是豆腐乳嗎 他的意思是講嗎 你是豆腐乳 為什麼你是豆腐乳 可能是絕配的概念 然後突然傅崑崎 拉了韓國瑜的手 說握手言和 說兄弟是永遠的兄弟 好像就危機解除 兄弟是永遠的 傅崑崎還拉著江啟臣 跟韓國瑜兩個手 那 所以基本上 就說韓國瑜 謝謝傅崑崎 顧全大局 犧牲小我 朱立倫有說 為了怕跑票 所以國民黨立委 集體要亮票 不可以跑票 亮票就知道誰跑票了 而且亮票可能就沒有人敢跑票了 另外希望國民黨是團進團出 以前有的時候都要 晚上都要把他集中在一個地方睡覺 怕跑掉 上個世紀了 然後第二天一個車一起帶到 以前是議會常常這樣 搭到議會去 然後就立法院也曾經過 還有出國的 但是也有人講說傅崑崎他只是叫板而已 項莊舞劍 意在配工 想要當總召 那會不會 會不會當立法院黨團總召 那說朱立倫昨天有見了傅崑崎 勸他 說我的黨團職務不干涉 黨團隨便你去活動 但是院長副院長這個形象滿重要的 至於黨團 你們自己去搞吧 那柯資恩 原來有傳出柯資恩也可能 競選總召 柯資恩說不能兩個柯總召 民進黨叫柯建民 國民黨叫柯資恩 說不會 只有一個柯資恩 只有一個柯建民 另外朱立倫說 傅崑崎資深可以跟柯建民對干 兩個都資深 資深當然不只柯建民 賴斯堡也資深 那所以呢 這個傅崑崎 劍指黨團總召 說國民黨如果不處理 媒體說恐怕會分裂重傷 我們看一下 新開立委座談會 黨主席朱立倫一一握手寒暄 和有意角逐立院籠筒的傅崑崎 一碰面簡短握個手 肩膀拍一下就換下面一位 畢竟想當立委的頭 傅崑崎招呼打的琴 和在場的韓國瑜幾乎零互動 兩人擦身而過 簡膽握了手 沒說話 氣氛和天氣一樣冷 而這座位安排還有點尷尬 傅崑崎就坐在江啟城正對面 第一時間雙方眼神都在往外飄 但兩人距離實在太近 總是有四目交接的時候 這是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嗎 雖然會議主題是立委新生訓練 但黨主席這話也得說在前 政府院長的事情 黨團的選舉 我們都一定是秉持最重要的 大家一定是清清白白 致詞特別談到清白 傅崑崎拿起筆開始做筆記 似乎在思考等等門一關如何發言 而朱主席一講到這句 我想現場的會聲最大的 都是給我一個院長參國人 傅崑崎似乎乾笑了一下 畢竟閉門會議前他這麼說 很重要的 假投票是一個民主制度 非常不容易形成的 我想今天我們不能放棄 一個民主的制度 雖然現場氣氛看來有點尷尬 但最後會議中 朱立倫成功拆彈 江啟臣 動帥 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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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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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綠 加油 郭文綠 加油 傅崑崎牽洗寒江的手 高喊政治一時 兄弟一世 但或許退了這一步 是向另一個目標 進一步 那今天兄弟到底有什麼變化 為什麼這樣 變化就是 今天上午整個都 往一個我們最希望看到的結局 就是說團結 那當然一定會有過程 也有所謂的制度 制度包括協調也好 或者他提到要投票這些 但畢竟如果協調能夠成 今天就是一個協調成功 這過程當然我想朱主席 然後韓國瑜市長 還有傅崑奇委員 應該他們都有在協調在談 怎麼樣能夠讓政府院長這一局 趕快國民黨自己定下來 因為畢竟三黨不過半 國民黨並沒有單獨過半 所以這中間還有很多的變數 如果我們內部的變數 沒有辦法處理好 那就不用談外部的 所以也只有今天 趕快把這個內部給定案了 那我們才有機會趕快來爭取說 包括像民眾黨這邊 未來有沒有可能合作 或者再也合作的可能等等 所以當然立院當中的這些職務 從國民黨內部是 每個人都有參與的權利 也有參選的權利 包括接下來可能會選擇 總召 蘇議長這些等等 但過程當中是不是能夠 大家目標一致 然後相互的協調達成共識 這是一個理想的目標 如果沒有辦法 可能譬如說像總召這一種 或者是蘇議長 他可能就是內部的投票 大概今天就是我們 把政府院長的 內部的這個過程走完 然後底定 我想對於接下來 我們要爭取在野的合作 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開始 鄭宇 到底民主黨現在到底怎樣 其實我覺得你可以看 現在其實我覺得三黨不過伴 對於整個國會 還有整個政治生態的板塊 確實是一個很大的震盪 但是其實對於全民百姓來說 這絕對是一個福音 因為至少現在三個陣營 大家至少都可以 沒有任何的私心 好好的去討論 對於民生有幫助的議題相關 包含到剛剛我們也在 休息過程當中有討論到說 到底亮票不亮票 到底投票的方式違和等等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對於台灣民眾黨來說 國會改革的重要性在這裡 同時間還有剛剛我們有提到說了 一直以來我們現在大總統制的狀態之下 總統是有權無責的 所以連過去可能二三十年以來 要去做國情報告 永遠都會大家是有私心 各自政黨的角度去杯葛 所以沒有辦法去實施 去操作所謂的國情報告這件事 所以台灣民眾黨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很明確的 我們要營造出來的是一個 憲政權責相當的憲政體制 這才是我們要去做的 那你說現階段我必須說我個人還是主張 台灣民眾黨還是要有自己的政黨主體性 那當然我覺得剛剛包含到說 齊誠雄他有特別講到說 未來在野陣營到底有沒有可能合作 我相信絕對是有的 因為對台灣民眾黨來說 我們只要是對人民的議題方向 是有共識的 我相信我們台灣民眾黨絕對是要來配合的 因為我覺得現在潮小野大的狀態 我們才能真正的去監督制衡 因為民進黨他過去八年來 沒有做好的地方 現在就必須靠在野一起共同努力的 來去把問題揪出來 改善這些問題 所以對於台灣民眾黨來說 其實主席昨天有特別講到說 大概28號左右 我覺得剛剛那個啟誠雄 他其實真的是我們的大前面 他講到一個重點 他們內部要先訂定 確定好之後才有可能 來去跟所謂的在野來去談合作 我覺得在這一塊 我個人啦我是相信其實立院黨團這八位 雖然柯總召說這八席委員沒有用 柯總召我還是要在這邊呼籲你 不要忘記了這八席不分區的委員 是由中華民國的國民 369萬多人給投出來的 300多萬人投出來的 所以不會是一個沒有用的 那第一個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民進黨他們的傲慢 他們的對於民意的忽視 就在這裡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所以我相信在這個部分 台灣民眾黨有自己的政黨主體性 但是未來到底在國會上面 能夠怎麼樣來合作 去做一個監督制衡 我相信這是你可以期待的 我那天我在場的時候 其實我晚到 因為我那天剛好 我那時候晚到之後我就在場 其實我們大家後面 你們前段班的時候 不會感覺那麼那麼疏殺 我們後段班都在那邊說 現在是要怎麼 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到底是什麼狀況 然後那個時候我記得是 副委員就站起來講話 因為他是最後一個發言 那就是剛開始主席講完話 然後曾民中 曾總招講完話之後 然後整個會議就到後面 然後大家剛開始講 我忘記好像是 然後中間鬱真起來講話 大家很多人起來講話 講到最後面是副委員起來講話 然後我們後面 我們這些新科的 我們就後面坐在那邊 然後我想說你會上來講話 我們不知道你不會講 我們就到後面 OK 重頭戲來了 然後副委員主要是 主要講的就是說 他覺得制度很難得 然後國民黨一定要團結 然後另外一方面他有提出來 有三個 我記得 其中我記得兩個 一個是把國會議員的偵察權 調查權 把它真正拿回來 聽證調查權 聽證調查權 另外一個是不得讓中央部會官員 來藐視國會議員的質詢 因為在過去八年來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很不正常的 說在全世界的國會沒有這樣子 中央部會的官員 如此藐視國會議員 反執行 對 所以其實這樣是很藐視 他提出這兩個之後 然後忽然就是說 他就說跟韓院長是兄弟 這句話講我們就OK 至少第一個炸彈拿掉了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忽然問說 你們有沒有要選副院長 然後陳學生委員長後面 有 我要選 然後我們大家下一道就說 這算是哪一出 後來就說你不要鬧 說我們全力支持江錫成做我們副院長 然後我們就OK That's good 然後我們其他 後來就沒有談到其他人了 不過我覺得針對剛剛講那個 我記得第三個是什麼 中間一個是審查權 一個是不得藐視國會議員 中間還有另外一個 他有提出這三個 其實我覺得針對現在的政治狀態 其實是滿有道理的 因為如果我們 一般來講立法委員 在其他地方是國會議員 我們不是要被他尊重 而是我們必須有一個 真正的監督權存在 但是現在因為我們台灣的憲法 是五權分立 其實監察院的功能 其實在最近這幾年 已經極度的弱化 我們立法院是代表人民 而且有一定程度的政黨比例 如果我們立法院的立法委員的 職權無法去增強的話 其實會某個 在很大程度上面 會辜負選民跟民眾對我們的期待 所以我覺得他講那三個 在閉門會議講那三個 其實是很有道理的 對 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說 三黨不過半以後 立法院自己本身 自己本身的職權 怎麼樣重視自己本身職權 然後又要行政部門 也尊重立法權 可能是未來 當然立法權本身要自重 然後也要爭取行政權的自重 可能是未來要努力一個方向 然後再說 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